要去哪里 一定不是你自己买的吧 那个别人帮我买的 行警在机场柜台前锁定 这一位可能被诈骗的民众 因为他形成目的地就是柬埔寨 你这个去 你去大半天很有可能 护照就被收走 苦口婆心劝退民众 甚至还派员举牌 但还是有民众以为能掏金 相继前往 让救援团体疲于奔命 干脆不救了 美国非盈利组织 全球反诈骗组织六号发文 连续三次写下拒绝受理 从八月三号起 前往柬埔寨的台湾人 组织更透露负责案件的人 随时还可能被抓进座牢 而救出来的约有六十位 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 无私付出却没人感恩 甚至还被当理所当然 其实台湾警方也极力宣导 从去年六月到今年八月 还是有两百一十三人 被骗去海外 警方为了救人 工作压力大到睡不着 却还是有民众抱着 想去试看看的心态 网友在脸书抱怨 称他最近应征薪水 十万起跳的工作 家人一直说那是诈骗 但他认为他什么财产都没有 对方能骗什么 许多网友看傻眼 他没有这相关的工作经验 却可以前往海外就是进行培训 那尤其暑假期间 警方也很辛苦 希望说在各个面向 比如说透过举牌标语 苦心劝说能救一个是一个 民众也别见钱眼开 看到高薪就执意飞去柬埔寨打工 就怕落入陷阱 有去无回 三地新闻代理者林玉均 台北早报导